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执財投資學會博課程總監 酋Sir羅鎮邦博士 我們會跟大家分析一下 恆子的大肆走勢 短線、中線、長線 屬於一個born shape 屬於一個什麼走勢狀況 這是第一個話題 第二個話題會說一下 現在的走勢來說 如果真是向上的 中期的上升目標是多少呢?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狀況會提及到 恆指方面如果短線一旦回落 支持位方面在哪裡呢? 這是第三個話題 所以今天來說的內容都很重要 大家要留意一下 先看看走勢圖 這是恆指的走勢圖 今天來說是2024年5月3日 恆指的收市價方面是18,476點 今天升了269點 成家方面來說是1,162億 今週來說升了825點 走勢來說近期的升幅是很強勁的 為何說強勁呢? 我們先看看恆指的日線圖 我們看回那個狀況 由這個的低位方面 我們用低位作一個考慮 這個部分的低位 這個低位方面的指數方面 是16,044點 16,044 這個就是4月19日的低位來的 去到今天的今天的高位 今天的今天的高位方面 是18,604點 今天來說是5月3日 所以你看回這個走勢方面 從那個低位去到這個高位 其實升了多少點呢? 升了2560點 以這個基數計 是16,044點 作基數計 那它的升幅有多少呢? 它的升幅方面來說 就有16% 升幅方面有16% 可以說這個幅度來說 是絕對不少的 那你說幾多日 形成這16%的升幅呢? 我們看看吧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6天 7天 8天 9天 10天 即是說10天來說 是升了16% 所以這個幅度來說 是絕對不少的 那我們接著會看一個問題 那走勢方面 接下來的升幅是否確認了呢? 還有中期目標是怎樣呢? 還有短線方面的支持位是多少呢? 我們會看看這個話題的 那未看這個幅度是怎樣之前 跟大家提一提 如果大家在投資方面 想把握近期的升浪 那要好好去學習一下 那我們有個股票的投資縮程班 去回我們的網頁 www.smartmoney.com.hk 去回這個股票投資縮程班 這個地方 按進去裡面看看 這個課程方面來說 是有網上的直播 也有錄影的狀況 直播的是B班 錄影的是A班 這個股票班來說 其實現在來說 有50天的學習期 還有也有一個一對一的 一個私人 一個的法文 這個來講 有這個的贈品 那麼 課程方面來說 我們會提及到 一些的減股方面的技巧 那我們會用到一個的價值 配合趨勢方面的運用 還有會將這些股票 跟大家說回 怎樣去劃分一些好股 和劣股 也都會講到一些 減股票的方法 和一個九格羅盤減股的方法 和一些新舊經濟股的劃分是怎樣 和一些北水方面的流出流入 是怎樣看呢 那麼現在的市 已經升了不少了 如果一旦市回下來 有一個急跌 那麼我們怎樣 作一個風險的考慮呢 那麼這些來講 也都會在課程裡面 是提及到的 那麼這個課程方面 都有四個的 網上錄影課程的一個賃品 那麼這個大家可以 詳細看看我們的網頁 那麼這個是一個股票 投資的縮成班 那麼大家在股票方面 想把這個聲浪的 好好地學習一下 怎麼去選股票的 好了 那麼看回這個行資走勢圖先 那麼我們說 現在來說呢 有兩個指標可以留意到 一個指標來說呢 就是加權移動平均線 我們叫WMA 加權移動平均線 留意到這裡呢 紅色這條 就是10天的加權平均 藍色這條來說呢 就是20天的加權平均 這個20天的狀況 那麼現在來說呢 其實看得到 10天突破了20天的狀況 都很明顯的 那麼所以在加權平均來說呢 其實有一個突破的狀況 好了 另外一個的指標 我們另外一個指標 是什麼指標呢 這個MACD 那麼看看這個MACD的指標 那麼這個指標方面又怎樣呢 那麼這個指標方面又怎樣呢 留意到 這個MACD的指標 那麼它有一個MACD的狀況 它那個的鼠狀圖 這個部分 這個鼠狀圖 其實已經在0的樓上了 還有主線方面 藍色這條 這個主線 這條的主線 這條的主線來說 亦都在那個0的樓上 所以現在那個MACD 是一個什麼狀況呢 是一個雙牛的訊號 雙牛的訊號 那就是說雙牛訊號 即是代表走勢方面來說 是確認了升幅 一個強勁的向上 那麼這個呢 可以留意到的 MACD是雙牛的訊號 好了 如果你說我想看一個的 中期和長期的走勢又如何呢 那麼我們這裏呢 亦都會將它轉一轉 另一個的看法 那麼我們怎樣轉呢 我們就將它轉了做 這個的中線的 我們就用一個的周線圖 現在這個你看到呢 是日線的 一條巴代表是一日 我們現在去回一個周線 一條巴代表一個的星期 一條巴代表一個星期 你看到如果以中線而言 中線的狀況 我們說中線 中線的狀況來說呢 其實這裏來說呢 是代表紅色這條 就是十個星期的 十個星期 好了 如果這個的藍色這條來說呢 這個部分 就是二十個星期 所以我們這裏呢 是以一個星期一條巴代表一個劃分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 中期的狀況呢 其實十個星期 是突破了二十個星期的 這裏也有一個確認向上的 所以我們說中期 中線走勢來說呢 是往上走的 那麼你說的目標是多少 上升的目標 上升目標來說呢 我們就用這個水位去計 這個水位去計 這就是我們的上升的目標 即是說在中期 這個狀況 的上升目標 上升的目標 那麼這個幅度 是多少呢 這個點數方面是 這個中期的上升目標的點數呢 就是這個20361點 20361 這是什麼時候建的價位呢 就是去年的 2023年 這個7月31號所建的一個高位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來說 那個中期目標是多少呢 就拿回這個高位作考慮的 這個大家要留意到了 好了 那麼你說長線方面的走勢 它的升幅確認了沒有呢 我們就把這個圖轉回去做一個月線圖 這對代表一個月一條的巴 這個叫做月線圖 那麼月線圖來說呢 其實呢 就比較是很長線的狀況來的 甚至我們分成大市 是牛市、熊市狀況 那麼如果你留意這個長線的狀況 一個的分析 再一個的牛熊市劃分的 暫時來說呢 這個呢 你看到紅色這條 是10個月的加權平均線 紅色這條 是10個月的加權平均線 藍色這條來說呢 是20個月的加權平均線 這裡來說呢 10個月的加權平均 暫時屬於20個月的加權平均以下 所以這裡來說呢 是未突破的 所以長線來說呢 暫時未到一個的上升 一個牛市狀況 所以我們現在說 短線向好 中線是向好 但長線方面呢 暫時未改觀著的 這個呢 有時我們分開 短線、中線、長線的劃分 就是這樣的意思的 那麼 至於我們說 如果走勢方面 短線回落的支時位多少呢 如果短線回落的支時位多少呢 那麼我們這裡就畫一條線去看看 那麼大家會清楚些 我們畫一條線在這裡 我們畫一條線在這部份 好,這裡 好,這個地方 那麼這裡其實怎樣看呢 這個狀況就是 我們拿回之前這個部份 之前這個部份 這個的密集區 這個之前這個部份的密集區 那個頂 作一個考慮 那麼這個頂是多少呢 這個頂方面就是 這個 是17,139點 17139 那麼這個什麼時候建議的價位呢 是今年的4月10號所建的價位的 我們以個實心體去考慮 以個實心體去考慮 所以這個就是4月10號的收市價來的 屬於 好,17139 所以這個走勢 如果回落來說 這個支持位在哪裡 其實支持位方面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支持位 這個屬於 短線的支持 17139 那麼大家要留意一下 好,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在股票方面 去學得聰明一點 去到我們的網頁 3.smartmoney.com.hk 裡面有個股票投資縮成班 這個課程方面來說 有網上的直播 B班 也有一個的錄影A班 這個課程方面來說 其實內容是豐富的 大家看到裡面 有簡固的方法 簡固的技巧 還有一些新舊經濟股劃分 以及怎樣看資金不水的流率流入 還有一個30分鐘的 一對一的私人發問 在這個網上錄影A班裡面 也有一個贈品送給大家 所以大家如果想報名來說 可以做一點 一個股票投資縮成班 大家學得聰明一點 對買賣絕對有利的 大家喜歡這集內容來說 記得在Youtube裡面訂閱 訂閱是免費的 還有按旁邊的小鈴鐺 你會收到最快的資料 如果覺得喜歡 給我們一個like 或者可以分享給你朋友 你朋友喜歡看 有時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那一集走勢分析 也是一個樂趣來的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